画面里的汪先生是一位外科主人医生 他医术过硬 为人随和 从他爱人的评价中就能知晓一样 特别温和 本分他是吗 结婚三十年来 汪先生在外受人尊敬 回到家对妻子也是言听计从 怕耳朵 对 就叫怕耳朵吧 大方承认怕老婆的汪先生却因为一件事 让他一改多年温和的性格 对妻子横眉冷对 甚至向妻子提出离婚 究竟发生了什么触发了汪先生敏感的神经 他的一句离婚也让秦女士吓出一身冷汗 好像他认真了 他说没别的办法只能离婚 我也就感觉就是备战状态 我要接招了 我不能再怎么样了 没准备不行啊 三十年的老师先生一招风云突变 究竟为了什么 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 汪先生气愤难耐 家里的好好先生为何画风突变 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问题又从何而来 老师们能否平复汪先生的愤怒 找到症结 帮助夫妻俩重归于好 真的错了 多了 过了 天下本无事 咱最好别找事 今天的金牌调解 好好兴盛地反抗 我们共同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欄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 每日营养 一品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本节目由虫草军本金水宝 特别支持 肾虚肺虚身体虚 虚了实实金水宝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业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秦女士和汪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特别郁闷 想得到他的理解 我感觉我这个人 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 第一 这个想要得到理解 指的是哪一个方面 针对今年我们家 发生的一个事情 有具体的事件 是吗 对对对 好 第二 得不到理解的 她的表现是什么 要离婚 你没觉得这个事情严重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 因为我的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个事儿出来以后 她是找理由 不管我的妈妈 这是最主要的方便 你在这方面的判断是基于 她这一次的表现 还是基于一直以来她的做法 以往就有 这一次她太过分了 超出了你心里的底线了是吗 就可以了 是吗 喂